如今说起张伯芝虽然总有争议 但她在离婚后坚强的人生态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 其实命运是很巧合的 张伯芝曾经的婆婆也就是谢霆锋的母亲迪波拉 也与张伯芝有着相似的婚姻经历 甚至比起年轻的一代人 迪波拉的人生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反而更加传奇与励志 迪波拉是曾经的第一港姐 红遍整个亚洲出演多部电影 后来生了个儿子比自己还火 想想谢霆锋的人气当年可真不是盖的 她是谢霆曾经的妻子也是最辣的新妈 迪波拉原名李敏仪1951年生于香港 很小的时候她就被丢弃 索性被养父母收留才得意在健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 虽然身世凄凉 但迪波拉在性格上却毫无缺陷 她才以出众聪明伶俐 明星气质在青春期就出现显现 时间到了1973年 20出头的迪波拉在港姐选美中获得冠军 正式出道 她当时处于巅峰的颜值 不错的口才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和评审 于是趁热打铁 节目组很快安排她走出国门 参加亚洲小姐的比赛 迪波拉不负众望在亚洲小姐的比赛上 再次斩获冠军 人气爆棚 因为两场比赛 她在很短时间内 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孩 变成了国际女神 当时很多人都愿意扶持这位新星 她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回到香港后她开始做电视主持 百花极放 想当年都是极受欢迎的栏目 美女果然在任何年代都是有优势的 1974年加入佳河电影公司 并出演了荧幕处女作《大千世界》 片中的风尘女子形象被她诠释得极为出色 1977年与林青霞张爱佳 这些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星搭戏 出演邵氏版《红楼梦》 随后又拍摄了香港爱卖牛 十分灰尝特别的夺人眼球 由于外情量力加之才一过人 虽然出道不久 但追求者却十分多呀 据传甚至和澳门赌王还有过一段情缘 然后谢贤出现了 这个风流不羁 傲视一切派了一辈子武侠的浪子 比迪伯拉大15岁 并且刚刚离婚 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男人 对于女性来讲都显得太不靠谱了 虽然亲友极力反对 但年少时的爱情总是奋不顾身的 她深深为谢贤的魅力折服 甚至宣布自己一生就认定这个男人了 不久后的1979年 迪伯拉在自我的坚持下 与谢贤一道对外宣布婚讯 当时谢贤已经43岁了 这场婚姻给当时的香港娱乐圈 带来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随之谢霆锋和妹妹谢霆霆出生 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倒也是十分幸福 婚姻或许可以改变一个人 迪伯拉曾拥有辉煌的视野 极高的人气 但家庭和孩子却可以瞬间将她夺过来 谢霆锋姐弟幼年时 迪伯拉基本淡出了演艺圈 谢霆照顾孩子完完全全 尽着一个母亲的责任 她全力支持谢贤的视野 做她背后的女人 纵然为家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但她依然没有等到永远不变的现实安稳 风流的人总会一直风流下去 谢贤也不例外 1995年无法忍受谢贤生活方式的迪伯拉 选择了放手 让这个男人继续去寻找自己的风流与自由 于是谢贤后来又交往了一个 小自己49岁的女友Coco 但16年的婚姻就此结束了 不过与众不同的是 这两个人十分理性 他们并没有让破裂的婚姻 过多地影响孩子 反而在谢霆锋的年少岁月里 都能看到二人一起助力的影子 所以才成就了一代天王巨星 儿女们没有因为单亲 而出现成长偏差 反而一个比一个出落得优秀 甚至离婚后的迪伯拉谢贤 还经常帮助对方补还债务 作为朋友还是很合格的